处女座我知道很难受 但请你要批评人的时候 拿出一条小毛巾咬住好吗 处女座女生的美貌 在十二星座里面数一数二 很难有桃花这件事也数一数二 处女座到底什么阻断了你的桃花呢 老实说一个处女座女生 如果存心要难搞 别说异性缘了 连同性缘都不太好 因为你很容易从小地方挑别人的刺 或者是也喜欢揪着别人的缺点 批评指教 所以咯不要说招桃花了 不要招黑就不错了呀 有些处女座女生到了一定的年纪 也会索性的做自己 当然啦 这个时代如果你要做自己 是无所谓的 开心就好了对不对 但如果你想要招桃花 有些事情你非改变不可 第一项对你桃花的行动 冷言冷语 拖冷水 明明你很希望别人 把你当公主一样看待不是吗 那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的时候 你还要一副很冷淡的样子 然后说 哎干嘛花这个钱 哎呀买这个有点不太好吧 哎怎么 怎么是白色不是黑色呢 或者你会说谢谢 但是你的表情很僵硬 谢谢 是不是挑人毛病的时候 你比较顺利呢 所以喽 你要记得 感谢要表现出来 你是女朋友 你不是面试官 你不需要审核评估这个礼物好吗 第二点就是太实际了 没桃花的时候什么都好 有桃花的时候又挑剔的不得了 其实细数起来 很多处女座都是女神级哦 但是感情上好像都不足为外人道哦 比如说没桃花的时候 你们的条件就放得很低 我只要找一个能稳定能依靠的对象就好了 但是一旦有了对象 这个人很稳定很顾家啊 你又嫌他怎么老是待在家 怎么不出去外面走一走 为什么事业上没有你努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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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出来了一大堆 也就是说不管谁在你身边 你都忍不住挑剔东挑剔西 嗨处女座你还好吗 有时候太实际也会让你 女性荷尔蒙缺乏 比如说你实在太像个大妈了 不管你的外表在少女性格太大妈 喜欢丁宁东丁宁西 然后总是对别人的浪漫面无表情 或甚至会说好了不要这么浪漫了好吗 很恶心 那你这样讲别人怎么能够跟你谈感情下去呢 久而久之连暧昧都不想跟你暧昧了呦 所以聪明的处女座 请把你的数学能力用在 让自己有女人味上 这样我相信你的魅力就会爆棚 桃花也会爆棚哦 好了 讲了这么多 处女座也不要沮丧 我要为你们平反一下啊 好 各位同学请好好地 珍惜你身边的处女吧 我认为处女座虽然 女人味欠缺 虽然有太务实或机忧生的倾向 但是 她们是非常优良的另一半哦 是属于很会为对方着想 而且虽然跟她相处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她非常的挑剔 但她其实只要面对外面 她的心都是向着你的 所以这一点跟处女座交往的人 应该就知道了 你只要牺牲一点被她控制的不爽 你就可以换来一个完美的伴侣 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处女座是一个越交往越宽容的星座 如果处女会越来越宽容代表 她对你其实是越来越满意 那如果她还不放松那就表示 她觉得你身上还有很多她可以挑剔的地方 你自己看着办 我知道很难受 但请你要批评人的时候 拿出一条小毛巾咬住好吗 忍住你批评她的冲动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不说比说出来要好很多 我相信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你的异性缘就会回温许多 第二请把你藏在抽屉里的香水拿出来用 还有蒙成的保养品给拿出来用好吗 不能只有买买而不用是不算数的 所以要好好的培养或塑造你的女人味 让人家发现你是女的 这点很重要 其实我个人觉得 处女座要小女人起来是很可怕的 是可以牺牲自我到尸骨无存的地步 不管是哪一种极端 比如说控制狂的极端 或牺牲到顶的极端 我觉得男生都会觉得很崩溃吧 你可以持平一点吗 反正常的依赖跟正常的控制就好了 不要太急 好了 如果你能从个性以及从外在 来慢慢地改进 然后让自己多增添一点女人味 才能够吸引别人看到你的内在 初女座请加油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